鹰井孝红生日快乐!日媒调查最喜欢鹰井孝红配音的角色20名公布。 今天,十三分之六,是声优鹰井孝红的生日,日本媒体做了最喜欢鹰井孝红配音的哪个角色的调查,网友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编辑私心喜欢她戴眼镜,不过鹰井大大本人并没有近视,视力两眼都是20。 据说眼镜是代表梦想跟希望还有对粉丝们的爱。XD今年已经40。戴中期的她还是青春杨丽啊! 鹰井孝红字。1990。年代后期出道,到现在为止已经参演过。200。 不以上的作品,截止到近年也还时常担任主角和戏份相当重的配角,是一位声线多变,小孩,少年到大叔甚至猛手跟可爱动物。 所以才说声红都是怪物吗?不过饰演最多的类型还是怪咖美少年就是了,权势角色也相当有自己风格的多产声红。 这一季的作品包括《多田军不恋爱》、《宇宙战舰提拉米斯》等。 以下从20。明开始表列榜榜,其实都是大家很喜欢也都是有名的角色呢。 并列19名,北东京参众,《佐田公夜郎少女》和《黑王子》。 18名,曹体出云K。 并列16名,《岸边陆版周周》的奇妙冒险,金城白子笑傲谈天。 15名,克劳德·史特莱夫《Final Fantasy VI》降临神子。 18名,并列13名,《神田幽驱魔少年》第一,《Gray》、《Nan》,下鸭史三郎有顶天家族。 18名,《无神刘徽恶魔恋人》。 18名,《无神刘徽恶魔恋人》。 18名,《国有力今天开始魔王的自由夜》。 18名,《国有力今天开始魔王的自由夜》。 18名,《北极熊白熊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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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讲出来就会吓死一跳人的经历 偶尔在片尾留意一下可爱动物们的CV下巴都会掉下来 90 卖药狼物怪 并列七名 人也咩咩话物语 高领青人魔法少年假修 大叔类型的代表作咩咩 十分帅气又玩世不恭 但认真起来破例吓死人 另外没想到青人会上榜 这作品现在没人看过吧 超热血少年代表 6名 贾法尔梅仔摩奇少年 5名 到胜户PASS心灵判官 变态代表 虽然很凶恶 但是实在是帅翻了 是坚持自己美学的变态 4名 欲兴一夜钻石王牌 3名 灵焕心龙路人超能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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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告诉我们生忧要慎选阿 抖走 2名 松野阿松阿松 红色的那个 从远左延伸 阿松变成了长大后的版本 经由6位怪物生忧饰演之下的6胞胎 也完全活出了自己的样子 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有人分不清楚你们了 在本作中还有性转版本的6胞胎 除了演出费柴尼特以外 也挑战了女生男配以及许多的急性演出 就某方面来说是一部让声忧们放开玩乐的作品 观众们也因此获得了许多乐趣 一名 书目猪雀 Cold Church 反叛的鲁鲁修 Cold Church 反叛的鲁鲁修 这部作品在今年迎来十周年 而鹰井孝红之前也为剧长版总集片的新剧情进行配音 不少人都说过了十年在看她饰演的主角 虽然现在的演技和过去的演技不同 但还是受到了相当的冲击 未来也希望鹰井孝红能在声忧界继续创党 带给大家既好看又好听的作品跟角色们 各位喜欢的角色是否有上榜呢 如果没有其实也不用担心 毕竟这二十个角色只是她饰演过的角色中的冰山一角罢了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编辑你对她的哪个角色最有感觉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